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你来接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3月21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这个话题 我们看看这个战场的状况 我们看一张图 这个图啊,又是乌克兰的战报 截止到3月20号 晚上10点 这个乌克兰这边是击毙 俄罗斯是15000人 击毁飞机是97架 直升机是121架 坦克是498辆 装甲车是1535辆 无人机是24架 这个战报比前一天要增加了一些 这个数据啊,不能保证去真实性 只能大家参考一下 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这个攻防啊 应该是很惨烈的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据BBC报道 黑海舰队副司令 一级舰长安德烈帕利 在乌克兰马里乌布尔阵亡 而且这个好像也得到了俄罗斯方面的这个确认 黑海舰队啊,副司令 这位副司令啊 来自军人世家 真正的军官 那不就是军二代吗 据说啊,他是个心理专家 他是政委 这个善于做这个政治思想工作 那他既然在马里乌布尔这个地区啊,战斗中牺牲的啊,说明马里乌布尔这争夺啊,还是很激烈的啊 直到昨天晚上,马里乌布尔应该是被俄罗斯俄军啊,已经包围了 那么呢 俄军呢 向乌克兰方面发了最后通牒 意思就是啊,这个城里面的守军 就是乌方,乌军投降 那么就是交枪不杀 让他们投降 但是这个乌克兰美女副总理,兼临时被占领领土重新整合部部长,维列舒克 刚刚答复了俄罗斯关于敦促马里乌布尔首军投降的最后通牒 他的回答是,呸,乌克兰绝不投降 然后他要求俄罗斯开辟一条什么安全通道,让平民撤出 那马里乌布尔马上就陷入巷战 这个乌克兰的守军啊,凶多吉少 因为已经被团团围住了 来自俄罗斯的消息啊 俄罗斯联邦国防控制中心主任 当地时间3月20日发布声明说 俄军从莫斯科时间3月21日 实施起开放从马里乌布尔到东西双向的人道主义通道 并将允许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 在莫斯科时间3月21日10时至12时离开马里乌布尔 但不得携带任何武器 俄方敦促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放下武器 从马里乌布尔撤到基辅控制区 并将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那么俄军啊就要对马里乌布尔发起总攻了 要一条一条街道啊 一个巷子一个巷子一个楼房一个楼房的去争夺 现在就看乌克兰守军的意志和守卫家园的决心 我们看看俄罗斯方面的战报啊 就是按照俄罗斯国防部二十日发布的战报 俄罗斯已经击落了乌军207架无人机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乌克兰军队呀 一共只有20架TB2无人机 就是应该从土耳其进口的 一共就20架 俄罗斯宣称啊击落了乌军207架无人机 是十倍啊 当然这也有可能 为什么呢 俄军可能击落的 不关是这种军用的无人机 就是那个土耳其进口的那种叫TB2 可能俄军还击落了这个大江无人机 这个商业用途的 或者民用的这种 估计有很多这种乌克兰的这种自媒体啊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人啊 也用这种商用的大江对吧 这种飞机升空 然后去拍这些战斗的画面和行军的画面 被俄罗斯啊 俄军把它击落 那么击落207架无人机 这个就有可能 但是我想啊 我不知道俄罗斯它怎么击落的啊 是防空导弹呢 还是说是高射炮 机枪啊 总之啊 打这种商用无人机啊 反正挺费钱的 不知道啊 一个大江估计也就5000块钱 打落大江估计花的钱不止5000 得不偿失啊 那些大江顶多是自媒体人拍着玩的 起不了什么尊实作用 因为它没有什么数据实时传输啊 什么之类的啊 直接只能看一些画面 没有定位功能 对这个战争啊 对打仗啊 帮助不大 它不像那种查打一体的 或者就是专门侦查的这种无人机 它数据实时就传回了指挥部 定位 坐标 对吧 种种呢 直接就可以引导炮兵啊 或者引导导弹啊 攻击 有的查打一体的无人机 直接就导弹就下来了 这种无人机贵 你说你用导弹或者用高射炮把它击落 还直弹 当然了 据乌军称啊 已经击毁俄军的坦克是450多辆 那刚才那个战报也读了 这个也有可能有夸大 虽然啊通过那个乌克兰的自媒体拍到的俄军的这个坦克转甲车这个被击毁的确实不少 那个炮塔呀 对吧 这个都已经跟车身分离了 就十一八九是那个标枪啊 击中了这个坦克的这个炮塔 叫攻顶 那么战斗啊 达到今天应该是第26天了 实际上俄军啊 也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 马里乌布尔虽然说已经团团围住了 但是毕竟还没有最后拿下 还要一方恶斗 但是俄军呢 明显的已经跟不上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啊 据这个西方情报机构统计 俄罗斯为入侵乌克兰 是一共准备了 将近二十万的部队 有的时候十七万 有的时候是二十万 我觉得也差不多 你没有这个数 没有二十万部队 乌克兰领土不小呢 六十万平方公里吧 也有四千万人呢 对吧 你要不派个 市集二十万的部队 你怎么去打呢 但是大家知道吗 俄罗斯的陆军一共有多少人呢 只有四十万人 这四十万里面 可能还包括了很多这种 叫义务兵 这义务兵还不能派到这个 出国作战 不能派到乌克兰战场 然后俄罗斯陆军 整个的坦克是2600辆 真被乌克兰打掉了四五百辆 那这个对俄军呢 损失是非常惨重的 五分之一被打掉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个啊 我们在网上看到图片 这也是网上自媒体发的啊 这个 俄罗斯继续向乌克兰增兵 然后呢 派出了很多这个T-80坦克 这个T-80坦克呢 跟其他的坦克不一样 他的涂装啊 是白色的 很多网友就查 因为一般的坦克不都是那种 军绿色或者草绿色吗 这样便如伪装嘛 但是这个 这一批T-80坦克 全部是白色涂装 那么网友就查到了 这批部队啊 历属于俄罗斯北方舰队 原本是用在北极地区防御的 所以它是白色的冰鞋款涂装 那为什么把主要针对北方 北极地区的这种防御的力量 投入到乌克兰呢 就说明俄军啊 兵力不够啊 俄军在中东招募支援者 也才不到两万人 后来普京要求这个卢卡圣科 白俄罗斯派兵增援 这个卢卡圣科啊 压力非常大啊 不想派兵啊 但是普京要求他派 他也不好拒绝 昨天我看乌克兰已经警告白俄罗斯了 不准白俄罗斯就是派兵啊 进入乌克兰 总之种种情况来看 俄罗斯的军力不够 它总共只有40万部队 有20万调到乌克兰 实际上它真的没有人在调了 能激动的估计都调到乌克兰了 包括它在什么亚美尼亚 住在这个军事基地啊 住的兵 基本上能调走的都调走了 深压的可能都是看大门的 俄罗斯陆军还有20万人 那20万人是不能动的 很多是后勤的 或者是什么文官文职 还有一些是 虽然也是战斗人员 但是他是不能动的 他要 那最低的兵力他要的 因为万一这个时候 有人从别的地方进攻他 那不就完蛋了吗 所以他最低的这个兵力 他是要的 所以俄罗斯陆军啊 能激动的 基本上都调完了 我认为他抽不出人了 要不然他不会逼着卢卡申科拍兵增援 不可能把亚美尼亚军事基地的都调到乌克兰 俄罗斯每年的军费 听说只有500亿美元 那也太少了 500亿 那怎么养得起那个钢铁洪流呢 所以这个数字啊 比较奇怪 是俄罗斯的军费是美军的十分之一吧 这个数字低到什么程度呢 大家算笔账就知道了 据说俄罗斯有核弹头是2万多枚 应该是世界上第一多 2万多枚 这些核弹头是要维护的 一枚核弹头一年维护费用多少钱 对吧 500亿里面有多少用于核弹头的维护 什么战略导弹 那个什么远程轰炸机 这些维护 这个费用是不小的 剩下才有多少钱 分到陆军啊 什么海军啊 没多少钱了 怪不得这个俄罗斯军队一打到乌克兰 大家就看见了 打得很拉胯嘛 现在啊 俄罗斯的后勤部队 都很多拿民用车开始拉了 所以打仗啊 打的就是钱呢 俄罗斯这么穷 经济基本上体量这么小 养着这么庞大的一支军队 还有一支核武力量 这个国家它肯定发展不了的 又发展不起来 然后它还要弄更多的钱去发展军力 最后这个国家就是一直穷 一直穷下去 越穷 它越要尽可能的 投入更多的军费到军备上去 所以就导致一个恶性循环 最后导致经济已发展不上去 也没有钱发展这个军事 所以俄罗斯的这个军力 大家就看见了 无论从装备 还是从通讯 还是从什么信息账等等 都不说跟中国啊 跟中国没法比 中国因为没打过仗 不好说 中国那些装备啊 咱也没法跟俄罗斯的去评价 因为是罗子是马 拉出来溜溜嘛 它也没溜过 但是你要跟美军比 那就是真的是差 二十年差不多吧 所以啊 我认为啊 在这里我也缺那些军事爱好者 就是动不动要打这个打那个的 战狼 你能打这个打那个 前提是国家一定要富强 有钱 一定要富起来 国家也不富 对吧 你剩下的什么武力多厉害 那都是吹牛 你根本就打不起仗 几天就把你打穷了 你看俄罗斯就撑不住了 马上就撑不住 为什么 现在你看这个乌克兰 开始切断俄罗斯的运输线了 俄罗斯的运输啊 后劲不及 主要是依靠铁路 现在乌克兰有针对性的 在破坏铁路 甚至呢 白俄罗斯境内的铁路 都在破坏 如果这个后勤补给 受到比较大的损失 那俄罗斯就很麻烦 一旦你没有能源 没有燃料 你那些什么 坦克 转甲车 飞机 统通的都在扔掉 你怎么能推着它走啊 湖南省长德市参战老兵 自愿赴俄乌前线 支援俄罗斯请战书 长德市国防动员委任会 长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我们是长德级参加过对越滋味缓击战的 退役老兵 纵观天下风云 豺狼野心勃勃 北约某些国家挑起了俄乌战争 北约企图东扩 威胁俄罗斯和我们伟大的祖国安全 国家希望匹夫有责 为正义而战 为和平而战 胜利永远是全世界人民 为此我们长德市参战退役老兵 现踊跃请战 自愿赶赴俄乌前线战场 参与俄罗斯打击乌克兰 现任政权 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保卫俄罗斯就是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 现特请 常德市国防动员委员会和市特役军人事务局首长 领导们支持我们的行动 立即组建我们 常德市原俄自愿兵赶赴俄乌前线 参与俄罗斯作战 以抗美援朝的爱国精神和行动 保卫国家 保卫世界和平 落款是常德市对月出国作战退役老兵 2022年3月15日 我数了一下 25个人按了手印 不知道是不是写手印 雪书 有可能就是印尼 可能不是雪 怎么说呢 勇气可嘉 精神可嘉 虽然这个写的不太通讯 读起来特别累 但是这个精神可嘉 我是非常支持这些叫参战老兵这个诉求的 这样的人呢 他值得敬佩 比那些在网上寒打寒杀的人要强得多 对吧 人家至少人家要去前线 要跟俄罗斯 俄军站在一起 要打击乌克兰的现任政权 保卫俄罗斯 就是保卫祖国 至于他的理由成立不成立 咱不论 因为这个观点呢 这个人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谁的观点 又未见得就比别人的观点要好 对吧 要更正确一点 这个很难说 所以观点这个翻一边 看行动 这帮人呢 他愿意去俄罗斯 俄乌战场 跟俄军一起打击乌克兰 这是好事吗 总比只动嘴要强 这个咱们要强烈支持 但是问题在哪呢 问题是 你去俄罗斯 对吧 你就办个护照就完了嘛 俄罗斯不已经 发布了全球征召 雇佣兵的 这个网站嘛 还有中文的 那你自己上去填不就完了吗 填完了 你自己办个护照 去俄罗斯 让俄罗斯 但是负责把你送到战场的 我就这一点不太明白 就是你们这25个人 你给什么国防动员委员会 写出干啥呢 给什么长德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 写这玩意干啥呢 对吧 你自己去打 让你个人的意愿 咱们都是坚决拥护的 但是你不能代表国家出征啊 国家没这个义务啊 国家并没有说要组织什么意愿军 什么志愿军啊 什么抗污 援额啊 对你自己去就完了嘛 你非把国家烧带上干啥呢 所以说啊 如果啊 自己啥也不说 几个人 25个人 直接就去大使馆 办签证去了 晚上把自己名字一报 资料也填完 然后俄罗斯大使馆应该是很欢迎的 不可能拦着你的 刚才都说了嘛 缺人呢 而且这个参加过对越自卫环节战的 那这个是有战场经验的 那可不像那个新兵呢 阿姨听见炮响 就尿裤子 这些是打过战的 年纪应该60多了吧 对吧 这个年纪应该摆在哪 反正也活得差不多了 去乌克兰 寻找自己的人生的第二青春 在重温当时的这个 叫炮火连天的这种岁月 增容岁月 这是值得表战的 但是你不要把国家扯上嘛 毕竟还有很多人是爱好和平的嘛 好战分子只有部分嘛 你可千万不要代表中国人了 你就代表自己就完了嘛 是不是请求这个 特异军人事务局支持行动 是不是就是赞助路费的意思啊 给人感觉有点骗钱的意思啊 为了自己的理想 自己套点路费不行吗 还要国家补贴是吗 我还真的愿意看到一支 中国人组成的这个志愿军 到俄乌战场上面 你是帮乌克兰也行 帮俄罗斯也行 无所谓 看见一支啊 这个中国人的面孔 在那厮杀 也挺好的 我不知道这封写书啊 它的真实性 不敢肯定 第二个呢 不知道这封写书啊 有关部门 有没有转给俄罗斯 如果转给俄罗斯了 对吧 至少给俄罗斯的士气啊 给俄罗斯加油啊 给俄罗斯鼓舞啊 也是让俄罗斯的士气 大为振作 你看 后面还有强大的中国的支持的 还有人愿意去帮他打仗 俄罗斯不寂寞 俄罗斯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还有这25个人帮你战斗 我希望他们25个人 能够心想事成 能够去圆圆自己的这个战争梦啊 当然呢 只希望呢 不要代表咱们别人啊 就代表自己就好了 这是唯一的希望啊 唯一的要求 好 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